呃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需要宣布 我跟Dizzy一定會宣布 我想說你為什麼那麼多人啊今天 我知道你們就是要來問這些 你們也可以就直接一點啦 對不對 好你們這樣就好你們想問什麼 你們想問什麼 我覺得我這個願意回答是因為我的左手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邊已經斷掉過太多次了 所以如果我這樣子的話你們看這不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這裡面就是很誇張 所以那個我昨天有發一個現實動態 很多人說你的左手的這個這個指頭為什麼是這樣子 你其實因為我從小時候斷掉過差不多七八次 所以他已經沒有救了 就這樣子的話就是歪的 我只是想說一次啦 因為我覺得我也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但是這件事情 是我跟Dizzy說實話是我們私底下私人的事情 然後關於家人的事情也是我們自己家人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點空間 因為我跟Dizzy都覺得我們的女兒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真的就是希望女兒可以開心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需要宣布 我跟Dizzy一定會宣布 可是目前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要宣布的 所以只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給我們一點時間跟空間 很多網友看到新聞之後都會說什麼不相信愛惜 那讓你一起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愛惜自己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我跟Dizzy的事情 我們自己會回去面對 然後我們就像我剛剛講的 真的最後一次了 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宣布的話 我們自己會宣布 這次是我的事情 好吃 沒有 水 水 水